我们现在凡是没有一个风控的地区 或者是低风险的地区 我的看法是可以的 应该可以有条件的 不要完全停摆 应该是有这个 因为只要有这个条件 大家都有很强的防控意识 再加上现在已经有86%的打了疫苗 我觉得是有信心的 所以不需要全国的风控 不需要